把洗净的黄瓜放到开水中烫一烫 这个做法很多人都没见过 我楼下饭店一份就要卖到58 自己在家做 5块钱都不要 用开水烫过的黄瓜能更有效地去除青色味 还能去除黄瓜上的虫卵和残留 烫个十几秒就行 捞出后用刀把黄瓜拍碎 再切成小段 往黄瓜里加点白糖 抓拌均匀 这样腌出来的黄瓜比用盐腌出来的更加的清甜脆爽 味道更好吃 我每天都在用新椒做菜 能不能给个免费的小红星鼓励一下 非常的感谢 腌好的黄瓜汁倒出来不要丢 加蒜末 小米辣 香菜 花生米 少许的洋葱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凉拌汁 它是酸辣口味的 里面添加的蒜蓉和辣椒 提味只需要用到一点点 用手翻拌翻拌 酸辣又爽口 拍上两瓶 一个夏天都够用了 喜欢 赶紧收藏做起来吧